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你还送他马沙拉蒂 有钱也不是这么使的吧 我手指一僵 心向玄中空撞 马沙拉蒂 不愧是大手笔 然后听到傅念琛略带疲倦的声音 一辆车罢了 嗨 那我先替你吻着他吧 说不定你哪天就改主意了 随你 关于沈星的话题到此就结束 两人继续谈论合作项目 似乎只是男人闲暇抽了根烟 说了点风花雪月罢了 不甚重要 那杯咖啡到底进了我的肚 让我一夜睁眼到天亮 而可笑的是 当年结婚 我们穷到没钱办酒席 傅念琛正在给我筹备一场盛大的婚礼 他一边对我心存愧疚 但也不影响他去讨好别的女人 呵 人心难测 前海难堪 离婚 必须离婚 还得赶快 辞则生辩 跟何周律师约谈见面 是在一家咖啡馆 那么巧 大厅悬挂的电视 正播放着沈星主持的财经访谈节目 想来傅念琛就是在这个节目里 与她结缘的 年轻貌美的女主持人 谈吐优雅 言语睿智 娓娓道来 在常人渴望而不可及的妇人面前 也丝毫不露窃 何周是我老同学 早就混成知名离婚大律了 见我一直盯着屏幕 便笑着问 向晚 这沈星跟你有点像 我火气当时就上来了 口气很冲 哪里像 沈星是长发 我是短发 何律师疑惑地眨了眨眼 只要是认识你的人都这么说 同学聚会 大家还说起过呢 我眉心一紧 轻吃了一声 那真是不幸 没心情谈沈星的话题 我直接跟他说 我要跟傅念琛离婚 向晚 你开玩笑吧 终于熬出头了 你要离婚 我是拿婚姻开玩笑的人 我发了个白眼 我们那一帮同学 见证了 我当年是多么义无反顾地嫁给傅念琛 不怪何周大惊小怪 最穷的时候 你嫁给他 最富的时候 你又离开他 向晚 嫌你有个信啊 我慢悠悠地回道 何周 当年那个穷小子我能把握 现在将成首富 你觉得我能吗 你打了那么多离婚官司 我以为你是最了解的 最了解人性的阴暗和丑陋的 不正是他们这些律师 尤其是离婚律师吗 何周哑口无言了很久 才扎舌试探地问 傅念琛 他出轨了 只差临门一脚 那你管管 现在就判他死刑 未免太狠心了吧 我哼笑 现在我不狠心 马上就换到他狠心了 何周你告诉我 你经手的案子 是平爱一分的多 还是平男人的愧疚分得多 等小三真的上位 能分多少 还要看人家心意 我不可能做那个被动的人 何周被我噎住了 向晚 你冷静地让我害怕 冷静 我的冷静 是我用五年的时间沉淀出来的 除了沈星之外 傅念琛身边那个秘书何成 也对他胡适淡淡 已经记不清在哪一天 我去找傅念琛吃午餐时 透过为官员的门缝 看见何成点着脚尖 给傅念琛继领带 随后又细心从自己的饭盒包里 拿出一份温热的醒酒汤 何成总是在他面前示好 他总是拒绝 可那天 司机带回家的饭盒里 我做的那份醒酒汤 还完好无损 甚至我亲手打得结 都没动过一毫 长长的烟灰落在我指尖 何周也无比感慨地看着我 向晚 我真该让我那些女客户 跟你来取取经 我轻身按锡烟地 笑了笑说 没用的 他们不甘心 也很不下心 不甘心的是把这么优秀的老公 让给别人 觉得自己能打破俗套 是个例外 不到最后撕破脸皮 爱意全无的时候 他们也很不下心 所以说 人不能太贪心 钱和男人都要 那可是要血本无归的 我不一样 因为谁也做不到我这样 随时在婚姻里 给自己筹谋后路 当然 婚要离 但在离之前 我必须要以父太太的身份 好好地会一会沈星 晚间 餐桌上 我特意放了沈星的节目当背景 正是傅念琛那一期 他摸了摸脸 怎么 你也觉得我那天帅 他表现得毫无破绽 毫不心虚 我差点要以为 马沙拉蒂真的是一辆玩具车了 念琛 我看中了一辆车 他不以为意 哦 难得你也喜欢车了 哪一款 哪天我陪你一起去提 我好整以下地看着他 马沙拉蒂 Lavante 他笑容缓缓一收 随后略带沈夺地看了我一眼 你不是喜欢路虎吗 我敲了敲桌 好 那就路虎吧 反正比马沙拉蒂贵 就可以了 没多久 我便和沈星狭路相逢 他的马沙拉蒂 撞上了我的路虎揽胜 我设计的 可惜他的车不精壮 沈星无助地站在车边 怨恨地盯着我的车头 两辆豪车相撞 引得周围水泄不通 交警第一时间赶到 沈小姐 视频显示你违章掉头 是你全责 沈星心疼地看着被撞扁的前门 两个车灯破碎 保险杠也弯曲了 你就不能让一让吗 我都做好了扣分的打算 现在好了 两个车都要去修理 他眼眶泛红 先委屈上了 那理所当然的模样 让交警都愣了 旁边有个暴躁的男车主 没忍住叫道 你是平时被人让多了吧 可人家是路虎揽胜 怕你个毛啊 解气 果然打败魔法的 还是魔法 我看够了热闹 这才慢条思理 打开车门下来 沈星的指责扑面而来 你在前面慢悠悠开什么 马路是商场吗 我想超车 你又不让 飞拦着我是吗 我赶时间实在是没办法 才踩了一脚油门 他的话在见到我时 戛然而止 脸色瞬间苍白 我便笑了笑 有这么好的车 还得赶时间上班赚钱 看来马沙拉蒂也不能改变命运 还得有个好男人才行 这样便也可以像我一样 不急不慢地开车了 沈星咬了咬牙 脸色铁青 一句话不说 就重新上了车 对交警说道 处理好了吧 我赔救世 交警点头 赶紧指挥 恢复交通 我若有所思地 看着他远去的背影 冷笑了一声 我急着离婚 但没想到 沈星比我更急 也有可能 是不服气 我撞他的车 隔几天 就收到 从顾宁川手机里 传来的一个视频文件 四方麻将桌上 傅念琛挨在沈星的身边 挥手指点江山 沈星去了他一眼 撒娇地说 傅总 你说打哪一张呀 我手心都冒汗了 傅念琛宠宠溺地 看了他一眼 随意 说了算我的 桌上的几人 便大声哄笑 沈星低头摸牌时 长头不时垂落 傅念琛体贴又自然地 拿起桌上的皮筋 替沈星碗上了发 好好发挥 嗯 我手指颤抖地 拽了拽我的短发 狠狠按吸了手机 仍在床上 一种又酸又痛的感觉 涌了上来 我站立不稳 血气直往上冲 双手紧紧扣着桌面 才让自己冷静下来 但凡他出轨对象不是审刑 我可能还会好好成全他 视频收到没多久 顾宁川的电话就打过来了 他焦急地辩解 嫂子 不好意思 视频撤不回来了 我真不是故意的 不是我发的呀 拜托 千万不要和老傅说 我平淡地回到 我知道不是你 他大大松了口气 你别多想 老傅对你的感情 你还不知道吗 那就是场面的应酬 我敢保证 我出轨一百次 他都不会 所以 你想拉他下水了 他不由得汗颜 是是是 傅太太一针见血 是我的不对 我索然无味挂了电话 这个情长浪子的话 我一句不信 但有一句 他倒是没说谎 他在魂 确实也不敢朝我手机里 发那种视频 这种事情 只有沈星那种 有家教渊源 上行下校的女人 才会做得出来 顾宁川当初那一句 我替你吻着他 不就证明 他对沈星也动了心嘛 不过是顾念着傅念琛 没敢胡口夺食罢了 沈星能拿到他手机 想必不难 我打电话给何周 怎么样 一份离婚协议 你出一周 奶啊 老同学了 这不是给你冷静冷静吗 明天不给我 我另找人 唉 行行行 是时候出手 找傅念琛摊牌了 进了总裁办 我直接了当提出要求 念琛 我想求你办一件事 傅念琛 手肘撑在办公桌上 食指交叉 略带审夺地看着我 傅太太来者不善啊 我倾下身 扯出一抹 没有温度的笑容 不敢 我只是来像傅先生 要一样东西 什么 我一字一句地说到 马沙拉蒂的钥匙 他一愣 瞬间脸色几经变换 我们对视了几秒 互不相让 最终他无奈地哄着我说 晚晚 那不重要 没多少钱 他满脸 是我在无理取闹 你从不是这么小气的人 我懒得与他争辩 傅先生 可以要回来吗 傅念琛的视线 牢牢地盯着我 似乎是在猜夺 我话语有几分针 我毫不示弱地盯着他 他咬了咬牙 又用手揉了揉眉心 最终还是回到 可以 明天给你 这是我第一次 这么不给傅念琛面子 但无所谓了 目的达到就成 多谢 我淡淡一笑 干脆俐落地转身就走 手握住门把那一刻 身后传来傅念琛的声音 晚晚 你是在吃醋吗 我不置可否地回到 你可以这么想 拿到马沙拉地 那Vant钥匙 我又马不停蹄 去了电视台 直接约出了沈星 楼下咖啡馆 沈星姗姗姗来迟 形容憔悴 被收回礼物的感觉 不好受吧 沈小姐 请坐 我抬了抬手 她的目光 在接触到我咖啡杯旁边的车钥匙时 瞳孔狠狠一缩 随后一屁股不客气坐下来 对我吃笑 傅太太是来向我炫耀吗 她撩了一下头发 不服输地看向我 要是确实是傅总朝我要回去的 可是像她那种地位的男人 要回送出的礼物 当然会有更贵重的补偿 我淡淡地看着她 这么简单的道理 我当然知道 但无所谓 而且傅太太这么做 很让男人没面子 我静静等她说完 然后将车钥匙缓缓推到她面前 她的面子在我这里不重要 沈小姐 一辆马沙拉蒂 不值得我炫耀 我拿回来 只是想 我停顿了一下 她神色警惕地看着我 我倾笑出声 我只是想 亲手送给你而已 她目光猛地指示向我 你什么意思 我慢条思理地说道 你想要 我可以给 但你不能抢 懂吗 我的好妹妹 她瞬间脸色煞白 手里端着的咖啡键 洒了出来 她赶紧放下 我晚必冷笑地看着她 此时的我 像一只浑身乍毛的刺猬 没错 沈星就是我同父异母的妹妹 截止今天 我们有二十年没见面了 所以我们互相 都假装不认识对方 其实听到沈星 这个名字的第一感觉 我就知道是她 车祸现场 沈星当然也第一时间认出了我 她的目标是赴念称 又怎么会不打听 傅太太的身份呢 只是还没正式上位 低调的选择不相认罢了 按照我对后妈的了解和家教 到时目的达成了 沈星再委屈巴巴地说一句 姐姐 对不起我真不知道 念称是姐夫 我又怎么会如她的愿呢 离婚可以 让沈星闻到傅念称的胃 都是我向往无能 她想像江灵当年对待我妈一样 对付我 怎么可能 拜她们母女所赐 我从小就明白一个道理 永远别让人有 打得你措手不及的机会 婚 我会离 但你 永远不可能是傅太太 因为这是我离婚其中一个条件 我冷笑着看沈星的面容 一寸寸雪白 继续嘲讽道 当然 你可以选择做地下情人 朝傅念称要点零花钱 只不过这样 江灵会失望的吧 江灵一直对你寄予厚望 一定希望你清出于蓝 区区情人 你们哪看得上 沈星的惊喜还没涌上 又被我狠狠打落深渊 她咬唇颤抖地问 姐姐 你就这么恨我吗 当年我也是无辜的 我冷眼旁观她演戏 随后她试图打感情牌 爸爸这些年对你 也很愧疚 只是一直联系不上你 我妈和向阿姨的事 我也不知道说什么 但我们不一样 我们是有血缘关系的姐妹 我无动于衷 冷笑地说 沈星少在我面前来这一套 我的人生 输一次就足够了 沈星脸色一变 大约想不到我这么游言不尽 于是也不再演戏 听念琛说 这几年你们的婚姻并不幸福 主要是你不满意 她其实跟你在一起很累 没错 但你没机会了 我昂首挺胸 结束了这次面谈 提包就走 沈星在我身后吼道 姐姐 能让你离婚 我也不愧 少给自己脸上贴金 你顶多算是我离婚的一个导火索而已 我淡淡抛下一句 毫不恋战 回家后 我就跟傅念琛闹起了冷战 一 当然是因为气愤 她找谁不好 偏找了我后妈的女儿 二 要离婚了 总不能还演得 嗯 爱爱的吧 我总得有个苗头 离公司找我谈婚礼 不置事宜 我直接把项目搁置 说有了新想法再找他们 过季的婚礼 谁爱要谁要 当天晚上我就做了噩梦 那时我还叫沈婉 三岁 沈星的母亲江灵 是我爸的秘书 一心想飞跃之头 那天 她拿着一张币抄单 挺着大肚 直接冲进我家 说她怀的是个男孩 沈家家大业大 不能没人继承 说我妈没有生儿子的命 趁早放手 还能让我爸多分点财产给她 她母平子贵 态度嚣张 我妈一个在家 相夫轿子的黄脸婆 哪是她的对手 我爸拿着那张币抄单 如获至宝 度以为耻 反让江灵别动了胎气 让我妈滚出去 我妈气得晕倒 最后是我奶奶出面 主持公道 她可不像我爸 随便可以糊弄 一边安抚江灵 一边稳住我妈 相娟 男人有了钱 哪个不在外面玩玩 那都是不要脸的贱人 你生我玩玩 谁也动摇不了你 有一说一 我奶奶 当年对我这个大孙女 还算不错 我妈被她说的 她说的有点心动 主要是自己这些年 没有工作 为我爸 为这家奉献了所有 离婚 她怕争取不到 我的抚养权 可江灵只安分了一阵 又来闹腾 后来我奶奶因病过世 她就更加肆无忌惮了 到处宣扬 自己怀的是儿子 死死勒住我爸的软肋 等他介入得 越来的越来越深 越来越把公司 当成自己的 开始怂恿 我爸转移财产 说是为了 他们的儿子着想 分给我妈 到时她还要嫁人 都成为别人家的了 我爸就这么被江灵洗脑 最后强硬地离了婚 结果是我妈净身出户 又因为没有收入来源 我理所当然被判给了沈家 三岁到八岁 整整五年 江灵成了我一辈子的噩梦 我在那个家活的比庸人还不如 后来江灵生了个女孩 谎言被拆穿 我爸开始整日在外流连花丛 这更加让我的日子不好过了 江灵把对我爸不满 迁怒到我身上 动辄打骂不休 轻则罚我禁闭 因为这段童年家庭事故 我以为我一辈子不会结婚 直到遇到傅念称 如今 她沈兴想复制上一辈的故事 问过我同意吗 我不会像我妈一样 最后落得一无所有的 傅念称听说婚礼取消了 来找我问个究竟 我顺手拿出那份离婚协议 离婚吧 傅念称称地站起身 向晚 你疯了 我冷静地看着她 你知道我没疯 这些年你不是早就知道 我有这个想法吗 她胸口剧烈起伏 插着腰在屋里来回转 为什么 因为沈兴吗 你别无理取闹啊 我知道她是我小姨子 我狠狠地把离婚协议甩到她脸上 你知道个屁 你要是知道 就不该这么做 我吼出声 尖锐又破了声 扭曲又颤抖 傅念称 我怎么不知道 有了钱你就这么自以为是了 你到底想干什么 傅念称脸上被纸张的边缘 划出了道道血痕 她震惊地看了我半晌 似乎没想到我会有这么大的反应 两久 她走了过来 紧紧地抱住我 晚晚 我只想你和原生家庭和解 我还在犹豫 是不是该这么做 你就知道了 我强硬的盔甲 在这一刻溃不成军 强烈的悲愤 让我眼泪大颗滚落 无声杂落在她吸服的肩枕上 傅念称 你根本什么都不知道 我说 我知道 五年前你就看了心理医生 我什么都知道 晚晚 傅念称紧紧拽住我的肩膀 声音隐忍又沉痛 我难难 傅念称 你凭什么 你经历过我的痛吗 你凭什么做我的救世主 那一家人 我恨不得他们去死 不止我是那一家人的受害者 你也是啊 你凭什么让我跟他们和解 他们配吗 傅念称替我失去眼泪 晚晚 相信我 我从来没有背叛你 送沈星车 是因为顾宁川想追她 你知道她有多混蛋 她到底是你妹妹 我狠狠地推开她 她是不是只把沈星当小姨子 我不想深究 但沈星想上位的心 昭然若揭 不重要了 念称 签字吧 结婚时 我说过 有一天我们这段关系 让我不舒服了 你会放我离开 晚晚 她无奈地喊 我厌倦地说道 我知道 公司现在是关键阶段 我们不做分割 我只要股份就好 另外 傅太太不能是沈星 这就是我全部的条件 向晚 你觉得你这样公平吗 傅念称一把甩开 离婚协议书 逼近我 血红的双眼 狠狠掐住我的脖子 推上墙面 我做错了什么 你要这么心狠地对我 傅念称 我不想考验人性 以后 你会感谢我的 她看了我半赏 头深深埋进我的脖梗 低声问 晚晚 非要如此吗 请傅先生成全 我说 她狠狠地瞪着我 我冷静地与她对质 随即傅念称一把甩开我 转身 刷刷几笔签上了字 不再看我 你真的好样的 像完 办完手续那天 我去我妈家吃饭 自从八岁那年 她有了谋生手段 把我争取到身边 我们就一直相依为命 为了我 她没有再婚 见我一个人上门 她还称怪 怎么没带傅念称一起来 我预感 要是直接说了离婚 这顿饭 可能没办法好好吃 便只说 傅念称有应酬 我妈点点头 叮嘱我们 赶紧要个孩子 她紧紧揪住我的手 苦口婆心 晚晚 是不是念称要避孕的 以前说要孩子不是时候 现在她可不能找理由了吧 看着我妈患得患失 成惶成恐的模样 我恍惚觉得 如果继续 我和傅念称的婚姻 我大概也会变成我妈这样 没有安全感 慌不择路 只想赶紧找个孩子当服务 我淡淡地回 没有谁说不要 也没有谁说要 顺其自然吧 认真想想 结婚这么多年 我和傅念称只谈过一次孩子的问题 仅有的一次 在简陋的出租屋里 她隐忍地抱住我 晚晚 我保证过 让你结婚以后 不跟我受苦 现在我没有时间照顾你 不忍心让你生孩子 我想了想 理解地点头 那时她还轻嫩 看着我不好意思地摸摸鼻子 要是创业失败 起码你还有得选 我听了气死 揪着她耳朵就骂 好啊 傅念称 是谁说不离不弃 白头到老的呀 失败 你现在不就是在谷底吗 不如我再选一次 她马上举手讨饶 别别别 晚晚 我错了 然后又深情地稳住我 总之 我的意思你知道 什么都行 你受委屈就不行 我又哭又笑地抱住她 不委屈 我不做糟糠期 你以后功成名救了我也不委屈 她便煞有其事地点头 嗯 不愧是我挑中的女人 可她终究还是让我受委屈了 五年前 让我第一次动了离婚念头的 是傅念称的合伙人陈总的妻子 那时 他们的公司刚有起色 获得了一笔大的风头 不亚于酒穷诈富 陈总率先蠢蠢欲动 在外面找了个小三 迫不及待要分出股份 变现过逍遥日子 因为两家合伙 我和陈太太的关系十分融洽 创业那几年 陈太太见我没在公司任职 反而在电台主持一些娱乐休闲的节目 还笑着调侃我 向晚 真没见过你这么心大的 公司正需要人手呢 我拒绝了 创业时最艰难 我可吃不得这个苦 你就不怕到时公司发展好了 念称不念你的好 他劝我 在公司做大之前 多点存在感 将来富太太的位置 我也坐得稳 我满不在乎的说 他穷 我不嫌弃 将来他富 我也不会卑微 我确实安之若素 幼年时的经历 让我非常反感 奉献牺牲人设 任劳任怨 最后一无所有 我对婚姻早早就没有信任 要不是因为赴念称 我想我一辈子不会结婚 况且 我又到 我不给他压力 不念叨他 任他翱翔 不就是对男人最大的支持吗 翔谷不用重锤 傅念称从不是需要女人助力 才能成功的男人 陈太太当然对我无奈地摇头 用过来人的语气说 晚晚你太年轻 还不太懂事 以后就会知道了 我但笑不渝 只知道 在婚姻里 除了自己 没有谁可以给你安全感 我只想 将来离婚时 自己的委屈 不平 可以少一点 这些都是江灵和我母亲的事迹 给我的写的教训 其实那时 我还没有动离婚的念头 直到陈总找小三的事 闹得人尽皆知 陈总和陈太太 昔日这对同甘共苦的夫妻 对不公堂 陈总的小情人 也和江灵一样 不舍得陈太太分财产 两人背地里 早就防着陈太太 先是陈总 撤股变现 随后创业失败 傅念称 当时被陈太太 求着去当说客 她也很是无奈 告诉我 陈总这是 在转移婚内财产 陈太太 到底反应的 还是太慢了 其实陈总的出轨 早就有了预兆 只是陈太太 忙着公司里的事 风风火火的 忘了后院起了火 宣判那天 我和傅念称也去了 陈太太在庭上 撕心裂肺的控诉 她为丈夫牺牲了多少 骂她是白眼狼 心狠 可惜 无济于事 这些话并不是呈堂证据 没有给她带来任何优势 任凭她再努力 不爱她的男人 只给她在指缝中 露了一丁点打发 庭审结束后 她憔悴万分来跟我告别 她无言面对我 向晚 别像我 趁她还爱你时 早点脱身 别等愧疚都没了 只剩算计 她拿着那份薄薄的财产 自此再没出现在江城 而那合伙人 和美艳的小三 组成家庭美哉悠哉 那段时间 我闷闷不乐 整个人都消沉了下去 傅念琛抽出空带我出国旅游 在飞机上 我们促膝常谈 晚晚 其实我们早就知道 陈乔欣不在王南欣上了 不是吗 所以她认为 我在矫情 你觉得 陈乔这么做是应该的 我问 傅念琛疲惫地暗了暗眉心 晚晚 我不是这个意思 只是感情的事 我们无法评判 陈乔的财产转移 都是合法的 那时我就知道 傅念琛已经完全 蜕变成一个精明纯粹的商人 晚晚 你在担心什么 怕我跟陈乔一样 下飞机前 她开玩笑似的 掐我的脸颊 我顺势就问 是啊 怕你不爱我了 一分钱都不给我 她把我紧紧搂在怀里 哑声笑道 不会的晚晚 是不会不爱我 还是不会一分钱不给我 我没问 只是赌气说了一句 那好 以后我要在你最爱我的时候 离开你 你的爱和钱我都带走 傅念琛宠宠溺地看着我 好 都给你 所以别再不开心了 好不好 好啊 我扬声笑道 那一刻 我就想好了 将来真有这么一天 我要做先转身的那个人 我也终于做到了 等我回忆完这一段 饭也吃完了 我准备向我妈坦白 我离婚了 我妈一边起身收拾碗筷 一边对我恨铁不成钢 不听老人言 吃亏在眼前 还是赶紧生个孩子要紧 妈 当年那个人飞黄疼打了 你就算生了我也没捞到半分好处吧 我妈瞬间脸色惨白 嘴唇颤抖 你 我手指轻颤 我轻声道 妈 对不起 她定定看了我半上 抹了抹眼泪 是我对不起你 总之 你心里有数就好 我有数 比谁都有数 妈 我离婚了 不用再担心这些 我拿出了离婚证 我妈震惊地看着我 抢过去翻开 身体晃了晃 指着我说 向晚 你是想逼死我吗 离婚 你真是了不得呀 念称宠你 你就无法无天了 我痴痴地笑 妈 等她不宠我了 我就来不及了呀 我妈垂胸顿足 哀嚎了一声 我自顾开了一瓶酒 你哭什么 我比你运气好 她分了我大半家产 所以呢 你满意了 我点点头 嗯 我很满意 何周也很满意 我这桩离婚官司 已经成为 她的经典案例了 相信等明天报道一出来 她的身价也会暴涨 我妈脸色铁青地盯着我 向晚 你太让我失望了 我知道 她一直以我的婚姻为傲 她不想我走她的老路 可她根本不能理解 这才是我的翻身账 妈 这种提心吊胆的日子 我过怕了 你知道吗 离婚后 我睡眠都好了 我妈像是突然想到了什么 泪流满面 紧紧抱住我 晚晚 是妈当年没用 没保护好你 让你受了那么多伤害 让你不敢相信 婚姻了 我笑着调侃 妈 跟那些没关系 只是这几年 父太太的日子 我看得太多了 要不就是男的找小三 原配成为怨妇 两人同床一梦 要不就是心照不宣地 各玩各的 要不就是像陈太太一样 落得凄惨的下场 没有其他下场 我妈哭着心疼地抱住我 晚晚 念称不是那样的人 你就不能相信念称吗 我摇了摇头 妈 你以为江城首富 就是念称的终点吗 不是 我比谁都看好 傅念称的才华和能力 破例 她的未来 要演到我 根本不敢睁开眼 幼年的事 对我是有影响 但我却是感激我妈的 就因为她的悲剧 我一直在感情里保护自己 从来不会付出全部 不会让自己有机会 成为糟糠妻 黄脸婆 结婚十年 我在傅念称这儿 没受过委屈 没吃过苦 现在 光是这大把的股份 可以让我逍遥过一辈子 没有什么 比钱更有安全感的 从此不用再 披肤太太的皮 我洒脱的收拾行囊 去了国外旅游 在蔚蓝的海边 晒着阳光浴 不巧那个渣男 竟然给我打来电话 沈婉 你离婚了 要不要来爸的公司 爸老了 公司终归还是 你们姐妹的 我嘲讽地笑了一声 沈老 你生事过糊涂了 沈家 不是早就落魄了吗 不然某人 也不会死其白赖 要了一辆马沙拉蒂 就欣喜若狂 电话对话 传来剧烈的咳嗽 随后是江灵接过电话 向晚 你别得意 傅念称 只是暂时 拉不下面子 早晚我星儿 会是傅太太 江灵 你还是一如既往的 甜不知识 沈老的呵斥声传来 尚不面得台的女人 滚出去 两姐妹争一个男人 你要不要脸 星儿嫁给谁也不会嫁给傅念称 老头子 你疯了吧 你知不知道傅念称是谁 要不是他帮衬 你这破公司早就破产了 我管他是谁 这种建一丝千的男人 配不上我的女儿 哼 你现在清高了 当年 我冷笑了一声 挂了电话 好一出狗咬狗 沈老盼了一辈子的儿子 到底没从江灵肚子里出来 现在反而想到我这个女儿了 转头 我就把这一家子 几品抛之脑后 我玩的路不思蜀的时候 我妈给我打来电话 晚晚 姓沈地借了些文件过来 好像是一些财产转让的资料 哦 他要死了吗 我妈叹了口气 可能是老了 愧疚了吧 我轻斥了一声 你告诉他 我的离婚 赔偿金他一辈子都赚不上 不是每个人都像他一样 对原配抠搜 我妈念如地说 确实 他对念称是以小人之心夺 君子之父了 我要挂电话 我妈又道 对了 念称天天来家里吃饭 有应酬不来 还会让人通知我 我淡淡哦 林生 比你们结婚时 来得还勤 外面也没什么绯闻 我烦躁地说 妈 这些事不用跟我说 以后你可以不用接待她 后来怕再接到这些电话 干脆关了手机 回国后 闺蜜温乔喊我参加同学聚会 不去就断交 没办法 我只好无奈前往 同学聚会永远不缺八卦是非 我和何州到场时 在门外便听到陈飞飞的大嗓门 我就知道傅念称和向晚会离婚 有钱男人哪个不变坏 向晚现在肯定后悔死了吧 吃了几年穷也没落到好 要是当年选择许木白多好 有同学调侃笑话他 飞飞 你是吃不到葡萄说 葡萄酸吧 最近报道你没看吗 傅念称的离婚案 成了国内富豪分手费排行榜第一 就是 他现在是我们所有人里最有钱的 还有你别忘了 许木白还没结婚呢 陈飞飞不服气 肯定是傅念称做了对不起他的事 让向晚抓到了把柄 看着拿了大把分手费 其实暗地里不知道哭成什么样呢 那人家也是坐在宝马里哭 风吹不着 雨淋不着 陈飞飞你就别操这险信了 我在门外听了一阵 对何州似笑非笑 同学聚会真有意思 何州尴尬一笑 进去吧 不就陈飞飞一个人 杂杂呼呼吗 十周年同学聚会可不容易齐 你就勉为其难 当个年和祭吧 果真 做了律师就是会说话 没有我的影响力和出名 人数的确怕不会来得这么齐 我倒是真不知道 我的离婚竟然还上了新闻报道 温桥急匆匆而来 在后面拍了我一巴掌 干嘛呢不进去 屋内顿时鸦雀无声 随后陆续有人站起身来迎接我们 陈飞飞咬唇站在最后面 温桥是班长 也是这次组织人 她拍了拍巴掌 老同学们 今晚消费 咱们都按最高规格的来 谁最有钱 谁买单 掌声 腰和声雷动 场面瞬间热闹起来 我无奈地笑笑 乐意之志 大家随意 何周和我激了一掌 笑完好样的 咱们都别辜负了呀 习之半途 温桥略有罪意地说 本来想搞个校友会 能来多少来多少 后来想想算了 我垂下眉眼 淡淡一笑 本来我和傅念琛不离婚 确实是可以办一个校友会的 傅念琛和许木白高 我们二届 是师兄 到底是不适合聚到一起的 有位男同学向我敬酒 一脸地羡慕佩服 咱们班 我最服的就是向晚 傅念琛最穷的时候嫁给他 最富的时候离开他 这魄力水比得上 众人哈哈笑着拍起掌来 说得真好 真洒脱 还是向晚有个姓 陈飞飞也向我举杯 我啼笑皆非 原来这在外人看来 便是洒脱个性 但我好像也没办法反驳 温桥拍桌 而起不乐意了 老同学们 这是同学会 不是向晚的人生批判会 来来 一个个地说说 这十年 大家都咋过的 何周也起身吆喝 可不 不能让向晚一个人出风头 至此 整个同学聚会的节奏 才走向正轨 场面热烈 我也喝得满脸通红 快结束时 服务员敲门 带了一个人进来 温桥 你不够意思 在江城不喊我 这东道主 非我不可了 傅念琛 满面春风地走进来 温桥看了我一眼 眼神里满是无辜 傅大总裁 您日理万机 我这不是怕你没时间吗 同学们皆嗤嗤笑了起来 傅念琛泰然自若地坐下 自嘲地说 没办法 再没时间 也得抽时间 突然媳妇真的跑了 众人视线 齐刷刷看向我 我无语至极 听她这话的意思 还想继续纠缠我 可离婚协议都签了 她总不能不认账吧 温桥也看出我的难堪 翻了个白眼 调转话题问我 向晚 你现在这么有钱 以后准备找啥样的男朋友 我摸着下巴想了想 嗯 最大的可能是 找个鲜肉小奶狗吧 傅念琛的脸 顿时就黑了 晚上 我在许木白的心理咨询室里 他也问了这个问题 向晚 你未来还长 有没有想象过你 将来另一半是什么样 我歪头想了想 大约是像年轻的傅念琛吧 许木白摸摸鼻子苦笑 你还真是懂得打击我 我拍了拍他的手 直言道 木白 这是我的真心话 你知道的 我向晚这一生 能爱上傅念琛 已经用上我所有的勇气了 做了我五年的心理医生 许木白比谁都清楚这个道理 他常吁了口气 起身 走吧 我送你回去 走到一楼停车场 我顿步 木白 你该继续走下去了 我不是他能等得起的人 十年前 我拒绝他的表白 就这么跟他说过 许木白双手插兜 在夜色中深深看着我 我也仰头看着他 直到一束车灯 默然打到我们身上 砰的一声 傅念琛关门 大步朝我们走来 向晚 这么快就找到下家 他的嗓音在夜色中 像染上霜 我愣了一下 马上晚上 许木白手臂 傅念琛咬牙 一把扯过我往身后拉 接着 他一拳 就招呼上 许木白的脸 许木白闷哼了一声 身形亮呛了一下 我忙上前 拉住傅念琛 喝道 傅念琛你干什么 你怎么打人 我深深为刚才 自己的行为后悔 我是真没想到 傅念琛会动粗 傅念琛胸口起伏 拉着我冷冷地 瞪着许木白 他该打 我 我气得跺脚 一时不知道 该如何解释 却听傅念琛又道 许木白 耍我好玩吗 嗯 许木白一口吐掉泄水 哼笑了一声 肩膀都抽动了起来 我是有耍弄你的成分 可我也告诫过你吧 这招轻易不要用 不是谁都能制止死地而后生的 我慢慢冷静下来 目光在两个对峙的男人中徘徊 傅念琛是什么时候和许木白联系上的 许木白耍弄了傅念琛什么 傅念琛拉着我到了江边 他狠狠往湖里摔了一个小石子 咚的一声 惊飞了湖面的野鸭 许木白说 只要你和原生家庭和解 释怀 我们婚姻的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 正好当时沈星的节目想邀请我 我就想说试着接触一下 当时顾宁川对他有想法 他来向我求助 我也担心他伤害你妹妹 就顺势假装和他在一起了 原来 这就是沈星整件事的始末 傅念琛也早就知道 我们婚姻中存在的问题 我沉默了一阵 才到 木白没有骗你 他也建议我和后妈一家接触 不过 每次都遭到我强烈的反抗 向晚 他们不重要 我最终的目的是你 懂吗 傅念琛一拳重重锤在石栏杆上 我就是信了许木白说的鬼话 去和你家人接触 想着我们之间已经到绝路 还不如放手一搏 置之死地而后生 看着傅念琛 懊恼悔不当初的模样 我有些想笑 许木白有一张好嘴 这确实是他能说出来的话 这不 精明的傅念琛也成功被他洗脑 其实许木白和傅念琛都没有错 他们只是对我在婚姻里的消极无奈到极致 才会徒劳的 死马当活马医 但是又怎么样呢 我仍不后悔离婚 那些不能释然的东西仍然存在 我冷声道 念琛 感谢你和我说这些 可在未来 我们不会是同路人 傅念琛满脸震惊 甚至气急败坏 他狠狠捏住我的双肩 向晚 是我解释的还不够清楚吗 我把沈兴喊来对质 他嗓音哽咽了一瞬 还是嫌我太有钱是吗 我去申请破产 你别闹了 我喝倒 你跟继续走下去 我堵不起 傅念琛 我不是不信你 我是不相信人性 你懂不懂 傅念琛未来那条用金钱铺就的路 前面早有许多血淋淋的教训和例子 赌王和李嘉诚的原配 谁得了善终 就连自己的子女也下场凄凉 反倒后来居上的二房三房四房过得风光 但我没必要去跟傅念琛争论这些 在他看来 那些都是莫须有的事 可我也坚守 独自潇洒自保的座右铭 我深深吸了口气 对傅念琛说 现在我真的很开心 请你放过我 傅念琛不可思议地看着我 身体微颤 向晚跟我复合 就让你这么痛苦 我坦然地看向他 这五年 我没有一天是快乐的 傅念琛哑口无言 最终我们不欢而散 我不是没看到傅念琛脸上的失望 他定以为解释清楚了 就没事了 我以为我说得很清楚了 但我忽略了 傅念琛从来不是那么容易放弃的人 见我这边没有进展 他开始攻略我妈 我妈先是频繁到我公寓给我做饭 当起了傅念琛的说客 这是生怕我空闲去找小奶狗 终于我忍不住了 头痛地问 妈 你最近是不是太活跃过头了 他瞪大掩压了一声 不好意思地说 晚晚你是不是觉得我最近变年轻了 念琛给我办了美容卡和健身卡 还给我报了很多兴趣班 太有意思了 所以这是眼界宽了 心也宽了 从前比我还换得换失 天天念叨着我生了孩子 巩固婚姻 现在这么积极向上 傅念琛的手段的确很不一般 我起身出门 约了何周吃饭 躲一躲清闲 听了我的速哭 何周一针见血地说道 副总这是想让你妈带动你积极一点 用心良苦啊 向晚 你真的不心动 她眼里闪着八卦的光 我毫不犹豫地摇头 直言道 完全没有 就是很苦恼 婚姻不管怎么结束 似乎都没办法完美 要不两人撕破脸皮 老死不相往来 要么像我和傅念琛这样 在爱里及时止损 但总有一方不会甘心 所以我思前想后 给傅念琛打了个电话 尽量以她的思维 试图说服她 傅念琛 如果把我们复婚 当成一个大项目投资 我想告诉你 在我这儿 她的风险评估没有通过 我不想投入去冒险 傅念琛大约没想到 我会这么说 在电流里沉默了一阵 向晚 你非要这么定义 我们的感情吗 你就不能相信我一回 念琛 我不看好这个项目 不代表它不会成功 但我愿意为我现在的 决定买单 我冷静地说道 我和傅念琛 再也回不到过去了 在我真正迈出离婚那一步后 我比谁都深刻认知这一点 傅念琛冷吃了一声 向晚 我感受到 你为了说服我放手 是多么担惊节律 对此 我无话可说 最后挂电话时 我道 离婚 你给了我最大的宽容和尊重 现在我不会阻止你做什么 但念琛 我希望你早点释怀 我妈已在门边悲伤又无奈 向晚 我今天才知道你这孩子心这么狠 你这么理智 绝情 是一点不给他希望啊 我淡淡地说道 也许我当初就不该结婚 没有早一点明白 其实我根本就担负不起婚姻的重担 傅念琛 再次上了沈欣的节目 跟上次一身精英打扮不同 他轻瘦了很多 穿着一身休闲运动装 温乔给我打来电话调侃我 向晚 傅念琛挺拼的呀 这样是显年轻了不少 不会真的怕你看上小奶狗吧 我不置可否 傅念琛追求前妻在江城 已经不是什么新闻了 现在就看我们谁先败下阵来 其实准确地说 是傅念琛非与我扛上 沈欣的采访反而没上次地放松 而是有些拘谨 傅总最近是喜欢上了某项运动 傅念琛书里又自嘲地说 没有 就是穿给某人看看 我颜值其实也不差 沈欣肉眼可见地强颜欢笑起来 试探地问 那得恭喜傅总 有了新恋情 借你吉言 傅念琛淡淡地说道 这西字如今 淡默的态度 几次让沈欣差点圆不了场 我妈都戴上老花镜 认真看了起来 末了问我 念琛不会是特意上节目帮你出气的吧 我翻了个白眼 妈 你不是要保养 赶紧睡你的美容觉吧 妈起身 伸了伸懒腰 哎呀 老咯老咯 你们年轻人的一套 我是看不懂咯 临近门前 我走上前 从背后搂住我妈 谢谢你 妈 看到你现在这样 我真的很开心 我由衷地说 妈拍了拍我的手 晚晚 妈也该为自己而活了 改天让你见个叔叔 我瞬间惊喜 真的 我妈难得有些害羞 认识有段时间了 在健身房认识的 一直不敢和你说呢 怎么会 我巴不得呢 我真心替她高兴 临睡前 她到底还是没忍住 晚晚 妈已经重新开始了 不怕未来 你也给念称的机会 好不好 我深深吸了口气 无奈地说 妈 你真不用愧疚 小时候的是 如果真的对我有影响 我可以向你保证 现在已经成为了 正向的影响 不是我负面的压力了 你相信我 我真的可以 一个人过得很好 我现在 真的 真的非常的开心 开心到我根本不想 有第二个选择 江城首富富念称 离婚天价分手费的热点 还没过去 她高调表白前期的新闻 又闹得轰轰烈烈 就连恩乔也在脱口秀的节目中 大肆调侃我们 天哪 这江城市 只有向晚这一个女人了吗 让人啼笑皆非 那天做完节目 从台里出来 合成在停车场等我 我摇下车窗 她恭敬 朝我递过来一份文件 傅太太 这是公司新一期的 供应商名录竞标大会 傅总希望您来参加主持 我接过来翻了翻 毫不意外在名单里 看到星河食品这四个字 我爸沈星河 经营了数十年的小食品公司 曾一度让他风光无限 抛弃气子 哈哈 有朝一日 竟然要到我手底下 讨口饭吃 不得不说 我心中有些五味杂陈 合成在一旁补充道 傅太太 请不用担心 这次大会有采购部的梅经理 全力协助你 我点头 收下傅念称这份好意 只要他不提复婚 我也说到做到 绝不阻止他做任何事 何况 沈家我确实想会一会 我把文件家随手扔到副驾 看向合成 和秘书最近荣光焕发 可是好事临近 合成有些羞懒看向我 随后不太好意思 从包里掏出一张请帖 下个月我要结婚了 请傅太太赏光 我定定看了他扮赏 合成在我的目光下 鼻尖隐隐冒汗 头都没抬 傅太太 以前有不周到的地方 还请见谅 她低声说 我哼笑了一声 不置可否 我不是圣人 曾经的合成 确实让我不快过 我没必要委屈自己 只是这张请帖 才是合成真正的目的吧 请我参加公司大会 哪需要一个总裁秘书 苦巴巴在停车场里 候我呢 傅念称似乎一下子精明了 把以前让我不快人和事 通通给我一个交代 我不是不感动 但也仅此而已 作为公司两大股东 我们能消除隔阂 也是公司之性 供应商名录大会上 我稳坐主席位 就算不因为傅念称 我有公司一半的股权 做得名正言顺 沈家一家三口全部到场 正如江陵那天在电话里说的 没有傅念称 星河时评早就破产了 大会一结束 沈家就约我吃饭 我刚落座 傅念称后脚跟来 坐在我旁边 低声问 晚晚会议顺利吗 我今天太忙还没顾上 全然不顾沈家三人站起来 想和他打招呼 那满脸尴尬的模样 我隐忍着笑意 还好玩得很开心 沈星和握拳低咳了一声 不自在地坐下 江陵沈星气得脸色扭曲 念称 晚晚 你们都离婚了 感情还这么好啊 江陵到底沉不住气 摆出一副长辈的口吻 我懒得回 傅念称看了他一眼 有劳关心 我们离着玩的 我则冷笑了一声 我们是原配 离了也体面 不像有些人小三上位 就算结婚也是一对怨偶 连生出来的孩子 都懂得上行下校 江陵被我们气得五官扭曲 嘴唇哆嗦 他疼得站起身 朝我们指来 傅念称 向晚 你们简直 傅念称脸色转冷 沈星赶紧站起来 端起一杯酒 姐夫 这一年来 感谢您对我家公司的支持 今后我们也会出更多新品的 傅念称解开袖扣 双手搭在餐桌上 漫不经心地说 富士选品 一向遵循公平公正的原则 沈小姐对自己产品很有信心 这很好 星河食品 濒临破产边缘 哪有什么信心 不然沈星 也不会附加千金不做 千里迢迢 来江城 做一个地方台的节目主持 沈星脸色清白交错 无助地看向我 姐姐 公司也有你的份 你 沈星河马上附和道 晚晚 你妹妹说得对 什么时候你有空 来公司把转让手续办一办 我淡淡一笑 沈老先生 不需要 算计一场 你还是留给您儿子吧 沈星河被我气得剧烈咳嗽起来 江陵怒目圆瞪 奸声叫骂 向晚 老头子说 公司给你一半我都不说什么了 你倒还拿捏上了 你为公司做出过什么 我冷声道 所以 你让沈星来勾搭念称 一来保全公司 二来顺便做上傅太太 好个一举两得 沈星着急辩解 姐姐 你误会了 你这么说 不是要逼死我吗 你道什么歉 我看是向晚这件人记仇 看你有求于他们 故意让傅念称给你下套 等你上钩了 就把你甩到一边 只有你 还傻乎乎地以为 傅念称爱你 为你离婚 江陵还真是几十年如一日 胡搅蛮缠 无礼取闹 有礼没礼先闹三分 这顶帽子扣得可真妙啊 要是不知情的外人 还真会觉得 是傅念称始乱终气 我们联手陷害 沈星一个小姑娘呢 我还没说话 傅念称率先拍桌而起 沈太太甚言 这是要逼我把沈星 向我求助的短信 拿到电视台 让大家一变真相吗 傅念称甩出了手机 不再给沈星留面子 你被顾宁川纠缠 又害怕得罪他 那天打麻将 是你让我配合在顾宁川面前演一出戏 沈小姐 这些记忆都被狗吃了吗 我若有所思地看向沈星 真不简单啊 步步为营 步步算计 其实我到今天都没问过那段麻将视频的来由 原来也是沈星一手自导自演 我冷笑几声 怕得罪顾宁川是假 借此和念称有暧昧 让我们离婚才是争霸沈星 沈星脸都气红了 手足无措 却还是抱有一丝奢望 看向傅念称 可见是有多不甘心失败 傅念称吵我道 晚晚 我当时昏了头了 其实他只要说一句是你妹妹 顾宁川有八百个胆子 也不敢对他怎么样 江陵背对得哑口无言 一张老脸 至此被踩得稀巴烂 沈星河更是颜面无存 脸仗成了猪肝色 指着江陵母女怒骂 你个贱妇 自己上不了台面就算了 还娇坏女儿 还没说完就两眼翻白 直婷婷往后倒 江陵二人赶紧上前去扶住 场面顿时混乱不堪 我好心叫了120 和傅念称一起走出去 没有开车 只是在马路上闲逛 走了很久 我心绪终于平复 这才问傅念称 怎么 不想我和原生家庭和解了 傅念称无奈地看着我 宠溺道 不是有句话说 打不过就加入吗 晚晚 你赢了 我与傅念称仍没有复婚的意向 我自己简直活得洒脱 傅念称也越来越安之若素 有人嘲笑傅念称这么久没有 与我修成正果 当心一辈子给我打工 他回到 甘之如疑 你饿了吗